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时的李立真有着纯真烂漫的脸蛋和性感的身材 俘获了很多粉丝的心 15岁就因为美貌被星探发觉的李立真 20岁左右的时候脸上还带着一点婴儿肥 但并不妨碍她的美貌 反而添加了几分天真烂漫气息 而且李立真身材虽然看起来虽然鲜瘦 但其实身材很有料 加上雪白的皮肤 难怪成为很多网友心中的性感女神第一名 40岁的时候 李立真出演内地电视剧 看起来销瘦了不少 脸上也没有了少女感 但看起来却有种成熟之性的美 因为感情和父母离世的打击 如今的李立真发福了很多 而且一直是单身状态 每次亮相也是朴素简单的打扮 和同龄的温币侠相比 显得有几分大妈味 近日 50多岁的李立真现身街头 她穿着宽松简单的白色T恤和宽腿裤 身材发福很明显 不过她的脸看起来还是很有少女感 2. 关芝林 港圈大美人中 能和李嘉欣一较高低的 可能就是关芝林了 年轻的关芝林美得像唐瓷娃娃 眼形小巧 五官大而精致 皮肤雪白 素颜拍戏也能艳压群芳 出生在演艺世家的关芝林 完美继承了父母的高颜值 成了当年数一数二的美女 关芝林是典型的浓颜戏美人 她的头骨十分饱满 脸型也很流畅 精致的五官十分出众 2005年 42岁的关芝林拍完座头 就没再拍戏 2009年 更加是宣布西影 关芝林给出的西影理由 是她觉得自己在镜头前 已经不好看了 不愿意让粉丝看到 但其实 座头里的关芝林 状态还是很好的 有成熟的女人味 如今 关芝林已经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了 前段时间 有网友晒出了 关芝林和朋友爬山时的照片 照片中 关芝林衣着打扮轻便休闲 还戴了帽子和墨镜 虽然看不清她的脸 但不难看出 她的身材依旧十分出众 虽然已经60岁了 但皮肤依旧十分白皙 满脸笑意的她 看上去依旧像少女一般明媚 晚年的关芝林 独居在三千尺的过亿豪宅里 养着两只宠物狗作伴 在她分享的近兆中可以看到 就算有滤镜的加持 也掩盖不了关芝林下垂的眼角和嘴角 让她看起来很显年龄 3.李嘉欣 李嘉欣 被誉为最美港姐 香港第一美人 曾经 她是城中所有超级富豪竞相角逐的对象 港媒曾用石破天惊来形容李嘉欣的美貌 她结婚时 一句流行语传遍香港 听说李嘉欣结婚 所有的富太太都松了一口气 足见李美人的杀伤力是有多大 李嘉欣的优势在于混血感十足的五官 高挺的鼻子更是最大的亮点 而且她身高足足有一米七 身材高挑鲜瘦 美艳贵气 就算在香港贵妇圈中 也是最美艳的一位 李嘉欣虽然早早退圈嫁入豪门 但一直保养得很好 身材从没有走形 李嘉欣现在的状态 可以说是港圈大美人中最出众的 她的面色红润 脸上胶原蛋白满满 笑起来十分自然 还比年轻时多了几分温柔的感觉 和年过60岁的富豪丈夫许静亨同况 李嘉欣被凸显得更加有少女感 反倒是头发花白的许静亨 有种是李嘉欣长辈的感觉了 四 王祖贤 在一众美人中 王祖贤的美带着几分英气 超过一米七的高挑身高 更让她气质出众 有一种洒脱的独特气质 可惜王祖贤早早因情商退圈 定居加拿大多年 过着低调的生活 晚年王祖贤幸福 每次亮相都给人一种人淡如菊的感觉 退圈后的王祖贤也逃不过美人耻目的结果 曾被拍到脸部僵硬 鼻子和眼睛皮肤变得紧绷的不自然感觉 近日 有关于王祖贤礼佛的照片流出 他的身形有些圆润发福 不过高挑的身高和浓密的长黑发 还是在人群中很亮眼的 之前王祖贤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他的镜照 还送上了母亲节祝福 王祖贤的自拍照 皮肤状态非常好 虽然他已经50多岁了 但颜值依旧在线 5.周海妹 周海妹也是很多观众心目中的一代女神 18岁时 她参加港姐竞选 虽然未能取得名次 却从此成为了TVB的签约演员 之后 周海妹陆续主演了杨家将 义不容情 纵横四海等影视剧 很快成为了TVB的当家花旦 1994年 周海妹凭借以天屠龙记的周芷若一脚一夜爆红 这一版的周芷若也被奉为经典 此后无人能出其右 不过事业上顺风顺水的周海妹 感情方面却比较坎坷 前不久 周海妹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近况 引来网友们的围观 视频中 久未露面的周海妹 身穿一身粉色衬衣出镜 显得少女感十足 周海妹对变老这件事 表现得非常坦然 但在出镜的时候 刻意将粉底打得厚一些 也是为了给大家展示最完美的一面 六 钟丽提 钟丽提年轻时 以得天独厚的身材优势闻名 钟丽提的身材 偏向欧美女性 身材风鱼 前突后翘 很有女人味 钟丽提的长相妩媚中 带着几分娇憨 身材是偏向欧美女性一点 是十足的前突后翘的风鱼美人 钟丽提多年来 一直有健身的好习惯 诞生了三个女儿的她 步入中年后 还是避免不了身材的走行 近期 钟丽提热衷短视频平台 她的穿着大胆自信 一身泳衣包裹出好身材 如今年过50岁的钟丽提 身材虽然有点微微发福 但整体还是保养得很好 身材曲线真的特别完美 令人感慨 美人迟目 7.黎姿 黎姿在一众港圈老牌美人中 其实美貌不算最出众的 但她很有自己的特色 加上赵敏 周芷若等角色成功塑造了 她大美人的形象 黎姿也是港圈里出了 明保养的比较好的女星 50多岁的脸上 仍然美艳一丝松弛的感觉 眼睛四周的皱纹也不明显 身材更加多年 一直纤细 不过 黎姿的脸虽然紧致光滑 但她的近照中 眼睛却变得比之前小了不少 一做表情就容易成了眯眯眼 显得几分僵硬 不够自然 8.叶童 叶童的长相不算很符合传统大美人的标准 不过她的长相很有特色 英气中不乏妩媚 带着几分洒脱 并且叶童是一名很有演技的女星 一众大美人中 叶童选择了自然衰老 年纪60岁的她 近照一头白发 脸上的皱纹明显 但她给人感觉很潇洒 对外形的衰老看得很开 不过还是有网友觉得 叶童太瘦了 看起来干瘪 但只要身体健康 外貌还是其次了 9.张柏芝 张柏芝一直被称为古相美人 年轻时的张柏芝颜值很高 用精为天人来形容 也丝毫不过分 很多人看到她的第一眼 就迷上了她 她的脸型五官几乎找不到缺点 而且她的状态也一直保持得很好 生了三个儿子之后依然不见疲态 张柏芝和谢霆锋的大儿子已经14岁了 但她和两个儿子同框依然貌美 张柏芝近期还经常分享游泳和潜水的日常 生活十分有活力 之前张柏芝给某商品做了代言 代言照中张柏芝的脸上没有一点皱纹 皮肤又白又透和年轻时没什么两样 想必平时应该非常注重保养 不过实话实说 要做到真正的洞灵女神真的不容易 生涂下的张柏芝还是能看出脸部浮肿僵硬的迹象 十 蔡少芬 蔡少芬的颜值巅峰期和现在的颜值差别可以说比较大了 年轻时的蔡少芬是标准的小脸蛋 尖下巴 身材高挑修长 早期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 显得几分温柔妩媚 但蔡少芬还不到30岁 伴随着胶原蛋白的流失 她脸上的棱角显得越来越明显 面相变得成熟了不少 也更显年龄 要知道 蔡少芬出演《甄嬛传》时才38岁 但出演的皇后却有着超越实际年龄的稳重和沧桑 蔡少芬48岁的时候 生了三胎儿子 变高的发际线和干瘪的脸 让她看起来更加显老 只能说上了年纪如果太瘦 真的会更加显老 在自然规律面前 美貌是最留不住的东西 不过对于有些大美人来说 脸上的皱纹和发幅的身材 有时候也不能掩盖她自身的气质的 这十位女神留给观众一代深刻的回忆 随着岁月流逝 这些女神们不但外貌上发生了变化 不少人也告别了娱乐圈 回归普通人的生活 当年在荧幕上的风采也过去了 不管她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祝福她们过得越来越好